这个桥墩 这个桥墩是怎么在水中做的 对吧 这个桥墩怎么在水中做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说 这个桥在水中这么呆着 它怎么能那么牢固呢 它怎么就不会下沉了呢 它里边不是淤泥吗 它为什么不会下沉了呢 对吧 这都是比较好奇的东西 对吧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它怎么不会下沉呢 它里边有个核心的东西叫什么 就是我们的装力处 对吧 装力处 怎么办 它把这个桥的一个基础 打到什么 打到我们河底 有一个磁力层上 打到磁力层上 之后怎么办 打装 然后在装上面做什么 做成台 成台上做桥墩 对不对 然后就把它给拖起来了 所以说什么的 装力处 装力处 抓进 装进八米 好 然后呢 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的讲的是第二个 桥梁工程 那么桥梁工程呢 我们也会讲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桥梁的结构形式和通用技术 哎 讲什么呀 讲我们 就是我们桥梁 比如它的类型啊 哎 有需要我们的模板支架呀 还有我们的运动混堵技术啊 前面防水防护等一等 哎 这是我们的施工技术 哎 通用的 哎 通用的每个桥梁都有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结构来说 哎 有什么 有什么下部结构 还有我们的上部结构 比如说我们的敦台基础 桥蹲啊 桥达啊 他怎么施工的呀 对不对 讲下部结构 还有就是我们的上部结构 怎么做的呀 我们的桥化结构是怎么做的呀 哎 包括我们线脚法 装备式 还有我们的悬臂交路法 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们的管寒和湘寒 这这个管寒和湘寒是不是今年去年刚考的一道案例 对不对 出个冷门 哎 一般就往下 湘寒 他怎么会出案例呢 对不对 没想到出了一个案例 好 就我们的管寒和湘寒的用 好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支点 我们还是把这个桩节讲13个支点 包括我们的类型啊 模板啊 钢筋啊 红硬土等等等等 就不说了 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我们喜好梁的类型组成结构类型 那么我们桥梁哎 常有这个形式 比如说 这我们的什么桥 这是我们的梁式桥 对不对 哎 梁式桥比较常见 然后这是我们什么桥 这是我们的拱式桥 对不对 我们的赵州桥 赵州桥 还有就是我们的旋锁桥 哎 旋锁桥 那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斜拉桥 哎 斜拉桥 注意斜拉桥是一个组合体桥 那么它什么 受三个力 受什么 受我们的梁 受弯 还要受拉 还有我们受我们的压 对吧 三项力 哎 三个力 所以说它是个什么组合体系 而我们的旋锁桥 什么 受拉 有会想到 而我们拱式桥是受压的 而我们梁式桥 受弯的 那在这些桥梁中 注意我们梁式桥 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哎 这是你必须掌握的内容 注意梁式桥 好 那么这个梁式桥 怎么做的呀 哎 注意它有几部分构成啊 首先 哎 有我们的下面说装基础 对不对 它为什么能在水中站立啊 它为什么没有沉下去啊 说明什么 有装基础 达到支层上 对不对 然后装上面有什么 有成台 那么成台什么作用 它是不是把所有的桩 哎 固定在一起了 哎 形成一个整体 然后怎么办 它跟立柱进行连接 哎 所以说成台是连接桩和立柱的 而且成台是不是把立柱给扩大了 哎 扩大了它的技术面积 哎 减少了吗 减少就压强 对不对 然后在立柱上施工什么 我们的概量 哎 在立柱上 哎 在我们柱条路上施工我们的一个横梁 就叫什么 叫叫概量 那么在概量上 我们要放放什么 制作 把防制作 什么传立的 那么在概量两边 这叫什么 这叫防震档块 注意个震 是地震的震 防止它什么 在基础中 才成什么 落梁量 哎 所以说在两边 会有个东西叫防震档块 这是我们的中间的 而为两边叫什么 叫我们的桥台 对不对 两边叫桥桥台 那么桥台下面有什么 有装力处 有扩大基础 哎 扩大基础 然后这个叫什么 就是我们的类板 类板 然后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什么 桥梁台的概量 那么如果是重力桥台的话 我们叫什么 叫台帽 对不对 叫台帽 然后什么也就是什么 有防震框 有耳墙 还有我们的制作 还有我们的空心板 空心板 那是我们的一片梁 那么这个空心板 注意位于两边的叫什么 叫边梁 哎 位于两边叫边梁 哎 叫也会叫做边板 哎 边梁 位于两边的 哎 位于两边的叫做边梁 哎 这一个边梁 这一个两边梁 那么注意这个地方叫什么 可以叫做次边板 哎 我叫次边梁 那如果他不说次边梁的话 都可以 也可以什么 你解为他都是吗 中梁 也是可以的 也说哎 有两一定会有两片边梁 然后有中梁的 那此时听不懂怎么告诉你啊 比如说我边梁是两片 然后呢 告诉你中梁呢 是24片 那其实在这句话中 他告诉你吗 告诉你每一块 就是有26片梁的 哎 就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往后半 一共是26个片梁 对吧 26片梁的 那么有人说 什么叫胯 对 在我们这个迈一步 就叫一胯 比如说相邻两个桥墩 哎 或桥墩以桥在间 这叫什么 就叫我们的一胯 哎 一胯 好 就是我们的梁 梁是桥啊 这个构建 一定要清楚 好了 那么我们说梁有几分组成啊 有两 有四分组成 包括我们的下部结构 制作系统 还有我们上部结构 还有我们的附属设施 那么上部结构 跟下部结构的分界线 就是我们的制作系统啊 制作系统 是什么 传立装置 产生变位的 因为什么 因为梁上受弯的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还要产生一均的变位的 好了 那么下部结构 都有什么呀 首先我们说了 要施工我们的装基础 对不对 要施工装基础 我们通过成台 对吧 在上面使用一个成台 把所有装形成一个整体 哎 过行了 然后呢 绑扎钢筋 对不对 还要怎么办 还要把我们桥墩的钢筋 也要在买的里边 对吧 桥墩是不是有基础啊 哎 就筑桥墩有基础了 也要卖到成台里边 然后怎么办 织模板 胶柱 混凝土 哎 你发现 我们这个柱和我们的成台混凝 是呢 是分两次胶柱的 对吧 你不能一次胶柱吗 不能 为啥 你只要之后 你是不是所有重量都坐在这个侧膜上了 用什么 用于跑膜 对不对 所以怎么 分两次胶柱 哎 一次胶柱最好 但是怎么没办法 怎么分两次 那么既然这儿有分两次胶柱 那只是这儿就形成一个缝 叫什么缝 叫做施工缝 所以要清施工缝的 要进行处理 对不对 要遭毛洗净润湿 铺铜笔的水 加沙胶 然后怎么 再消除你的桥墩 那桥墩 那么桥墩你发现 这是什么桥墩 对吧 一根一根柱子 哎 柱小墩 那么在柱小墩 你发现 你要放放放你的凉板的话 怎么办 就需要需要的盖凉了 需要盖凉了 好了 那么这是 这个是我们桥墩之后 除了有柱小墩以外 看吧 这就是我们的重力式桥墩 哎 他是不是听他讲 这种的柱式 就是我们的重力式桥墩 好了 那么然后这是 在柱小墩你发现 如果这放凉的话 是不是放放放不下呀 所以怎么 我们需要一个横凉 那么这个横凉叫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盖凉 对不对 盖凉放什么 放我们凉板的 好了 那么盖凉旁边 这两个地方 就是什么 就我们说叫做防震档块 哎 防震档块 放上落凉的 然后在防挡框上 怎么办 我们要施工我们的电石 对吧 这我们放电石 在电石上放什么 放我们的支座 哎 放我们支座 支座上才施工我们的凉板 那么位于两边的叫什么 位于两边的叫桥台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U型重力式桥台 哎 就是什么看 U型的 哎 重力式桥台 那么这叫什么 这是我们的台帽 还注意叫台帽 那这是我们的桥台的一个什么 类板 然后呢 在上面 我怎么办 放电石放置座 然后再架梁 架梁 这边是什么 叫边梁 对啊 位置两边叫边梁 中间是什么 叫中梁 哎 叫中梁 好 在梁板上 说完桥块 就说怎么办 我们要做我们的什么 桥面的铺装 比如说我们要算做基层 混土铺装 然后再做我们的防水层 然后呢 再做我们什么 再做我们的桥 立桥面层 还有一个面层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什么 这是我们的支座系统 对吧 这是我们支座 这是我们电石 上面是支座 这个支座 就是我们的橡胶舌 支座 刚刚属于什么 支座以下 支座以下都是什么 属于我们的下部结构 下部结构 那么你看 这就是我们梁 这是我们的双击材料 调的什么 调的香梁 我说了 位置两边叫什么 叫边梁 中间的叫中梁 所以每块是四片梁 对吧 四片梁 好 然后呢 在技术 除了香梁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呀 还有我们的梯梁 哎 这是我们的梯梁 哎 这是我们的香梁 啊 单词的当仓 哎 单词的香梁 那么这叫什么的底板 是我们的副板 这种什么 是我们的一元板 啊 一元板 好了 然后呢 再收工桥 就怎么办 我们再收工我们的基层 然后再做我们的防水层 哎 不能漏水吧 然后再做我们的沥青 面层 最后 哎 要安装我们的伸缩装置 哎 胯和胯之间 用伸缩制相连的 还有产生是吧 一定变位的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的桥头搭板 哎 为什么呀 往你桥头跳车的 那为什么搭板呢 因为它有一部分搭在哪 搭在你的桥台上啊 在桥台上就叫桥头搭板 好了 看到这种桥头搭板 对吧 搭在我们的桥台上了 好了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什么 这种的锥形互坡 哎 后边什么 路基是土啊 是路啊 是路基啊 是土啊 所以终于滑他 怎么到不然 为了保证他边坡稳定 怎么办 我们这回家是个锥形互坡啊 锥形互坡 好了 然后呢 这种什么 这种的伸缩缝 栏杆 灯光照明 副属设施 对吧 是我们的附属设施 对吧 这是我们的附属设施 好了 这是我们一个桥梁的构成啊 构成 好了 然后再看一下啊 这种什么 对我们的装机柱 对我们成台 台深 这叫桥台上 叫什么 叫台帽 对吧 两端叫桥台 中间叫我们的支撑结构 是我们的桥墩 对吧 然后装机柱 成台 桥墩 还有我们的概量 这个我们的防震 档框 支作 还有我们的两把 对吧 两把一片一片一片 做成了一块嘛 然后在上面做什么 桥面的扑光层 包括我们的基层 防尾层 还有我们的什么 立青面层 好 这是我们一个桥梁的构成 对吧 最后我们安装什么 栏杆呀 灯光照明 等等等等 好 那么看 第一个桥组成 包括什么 包括上部结构 下部结构 支作系统 还有我们的附属设施 那么上部结构 就是我们说的桥跨结构 一跨一跨的 那么下部结构 包括我们桥墩 桥台 还有我们的 墩台基础 那么桥墩 桥台 就是我们的支撑的什么 支撑的支撑物 而我们支作 这种的支作 它什么作用 它是把上面的结构力 传到下面桥墩 再往下一步步传递 对吧 出到地基上 这是我们的传立装置 并产生一定变位 为什么 因为两个桥 它是不是要受弯的 对吧 所以说这会什么 产生一定变位的吧 那么桥面副射是包括什么 包括桥面戏 桥面戏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说的桥面的铺装 白雪桶 栏杆 灯光照明 这都是我们的桥面戏 桥面戏 还有我们的伸缩缝 桥头大阪 还有我们追形湖泊 追形湖泊是什么 是在桥台的外侧 他把什么 把桥台埋里边 爸爸就买里边 追形湖泊 滑坡的 好 这是我们相关的构造 相关的构造 然后来看一下相关术语 关于相关术语 要解释两个词 一个叫胯 一个叫做脸 一个叫胯 一个叫脸 那么什么叫胯 注意 相邻两个桥墩之间 叫称为胯 那么比如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什么图 这是我们的纵用面图 对吧 这我们纵的 咱长度方向展开了 对不对 那么什么叫胯 相邻两个桥墩 称为一胯 对不对 那么桥墩一桥台间 也是一胯吧 所以说是一胯 两胯 三胯 四胯 五胯 六胯 这是我们的什么 六胯 对吧 那你发现 我们跨一跨之间 都是什么 断开的 所以怎么怎么连接它 需要用伸缩装置来连接 这是我们数字式的 就像杀的 数字式的 还有魔术式的 对不对 常理都是魔术式 那么连接跨一跨之间的东西叫什么 叫做伸缩装置 伸缩装置 好了 那么这个跨一跨之间断开 那么这个桥是什么桥 这做简直凉桥 叫做简直桥 简直桥 简直桥 那么我们两桥 除了有简直量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连续凉桥 还有连续桥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 比如说旋逼桥 旋逼桥也是 很多 那么这个连续凉桥 注意它会引出一个概念 叫什么 叫做连 什么叫连 注意相邻两个伸缩装置之间 称为一连 比如说看这个桥 这个桥就是我们的连续凉桥 你发现什么 这这个中间是不是断开的 叫做简直 你发现 同样是六块桥 在我们这个桥的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形成一个整体了 是不是形成一个连续的 所以叫做连续凉桥 那么什么叫连 注意出了 在我们这个位置 这是第一个伸缩装置 这第二个支部也断开了 所以要断开出什么 要安装伸缩装置 那么相邻的两个伸缩装置 这称为什么 称为一连 称为连 那此这个桥有几连 这个桥就是二连桥 对不对 二连桥 这一连 这又是一连 二连 好了 那怎么表示呢 我们有几种表示方式 第一个 比如说几种简直桥 它可以怎么表示 它可以表示六乘三十 什么意思 代表六跨 每跨是三十米 对吧 一跨 两跨 三跨 四跨 五跨 六跨 那么这三十米 什么意思 每跨 它是三十米的 六跨 三十米 六跨 三十米 所以说看到这个表示符号 代表它是什么桥 它是简直两桥 六跨 每跨 三十米 那好了 然后看这个 那么连续桥它怎么表示 你发现是二连 对不对 所以说是二乘 三乘三十 那么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桥是二连桥 对吧 两连 二连 然后这个三代表什么 代表是一连三跨 对吧 一跨 两跨 三跨 一连 三跨 每跨多少 每跨三十米 这是它的表示方式 二乘三乘三十 也有这么表示的 三乘三十 好 那么此时再问一个问题 那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问一下 假如说这个桥 他说了是六跨 每跨三十米 那么问一下 这个简直量桥 它一共有多少个伸缩装置 哎 它有几个伸缩装置 对吧 那么还有 我们就二连桥 二乘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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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米 那么它的伸缩装置是几个呀 你会不求啊 那按照伸缩装置啊 对吧 跨和跨之间要安装你的伸缩装置 那我问你 六乘三十米 它有几个伸缩装置啊 对了 拥有七个伸缩装置 对吧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对吧 拥有七个伸缩装置 注意是七个伸缩装置 那如果这个二连桥 它有几个伸缩装置啊 你发现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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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共三个伸缩装置啊 好了 那你发现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减量桥 是不是等于 它的伸缩装置 是不是等于跨数加一啊 对吧 一共有六跨 六跨加一 就是我们的伸缩装置数 所以说它应该是七跨 对不对 跨加一 同理 那这个连数桥怎么桥 它是不是等于连数加一啊 对吧 这是二连桥 几个伸缩装置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了 跨连两 等于跨数加一 连续两桥 等于连数加一 这是它的伸缩装置的算法 应该会了吧 会了 好 然后看下面的相关数语 什么叫净跨境 什么叫计算跨境 什么叫总跨境 对不对 首先净跨境 是相当于两个桥台 桥蹲行的近距离 啥意思 从这 到这的距离 这叫什么 这叫净跨境 净吗 对吧 那么什么叫计算跨境 计算跨境是指 两个加制作中心 几天距离 注意两个制作中心 制作在这儿的话 对吧 这我们制作 这是我们制作 那么这叫什么 这叫我们计算跨境 那好了 净跨境跟计算跨境 谁成啊 是不是应该是 计算跨境 大于净跨境啊 对吧 净跨境是什么 没到它中心呢 这在桥顿的外侧 对不对 而计算跨境是 中心对中心 所以计算跨境 大于净跨境 而对于总跨境来说 它什么 它是各净跨境的总和 哎 各净跨境总和 它发现什么 轩红 红水的能力 对吧 实为只能从什么 从净跨境流过去 你不能说 从计算跨境流过去吧 不太现实 是不可能的 对吧 只能从净跨境流过去 所以说总跨境 等于净跨境之和 好 那么桥梁线长等于什么 等于桥梁两端 两个桥侧墙 或八墙 后端点之间距离 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桥梁宣长 然后桥台的后的八字墙 哎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桥的程度 这是算程度方向 还有什么 桥高 那么桥高这 一定要注意三个桥高 一是桥梁高度 一是桥下进空高度 还有我们的建筑高度 那么桥高是指哪 是指桥面 以低水位之间的高差 注意什么水位 是低水位 是低水位 而如果是下面 不是水 而是路面呢 那它是桥面与地下桥下路面之间距离 叫我们的桥梁高度 哎 从行车面到你低水位 或到你的路面的高度 叫我们桥高 啊 桥高 那桥下进空高度 干什么的 进空进空 比如说你要过车的 比方说你要过船的 对不对 那此时你的水位能是低水位吗 注意 不是 它是通航水位 啊 通航水位 这是其一 那么还有什么 你的桥就要过车的话 你能撞击你的两体吗 不能 那怎么办 你是不要从这个桥下把钻过去啊 所以说它下面的起点到哪 是不到我们桥跨结构最下源之间距离 就是从这啊 对吧 这我们桥最前 这就要注意 叫桥下进空高度 如果你高于这个最下源的话 是不是会撞击两体啊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桥下进空高度 那什么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 你就可以理解为 它是我们的这个两体的高度 比如说为什么 这是它从行车路面的比较高 这哪 是桥跨结构最下源 是不是我们这个上部结构的厚度啊 哎 包括我们行车 利青啊 防御层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基层啊 还有我们的桥跨结构 对不对 它上面这核 就是我们的建筑高度 那好了 我请问一个问题啊 如果我在 哎 我在 我在这个路面上 搭一个门动式支架 那此时我想问你 我到搭设支架的高度 你告诉我 应该算谁的高度 这就是 这是一个转化的问题啊 看你学会了没有 对不对 他不会直接考你 对吧 考前提可以 那人家怎么 这个这个消防树架 是不是也能考计算呀 人家问问 人家问你了 哎 让你算 让你计算一下 我支架搭设的高度 那我请问 那么这个高度 是让你求什么高度 是桥梁高度 还是桥下 进口高度 还是我们的建筑高度 这个应该会吧 对吧 哎 就搭一个门动式支架 我们应该搭一个支架的高度 哎 应该搭什么高度 建筑高度 谁给我说建筑高度的 应该什么呀 对了应该是桥下 进口高度 对不对 哎 大家知道高度 应该是桥下 进口高度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术语问题 一定要清楚 它的起点和终点 只在哪 哎 没错 进口高度